眼看路口的号制灯已经转为红灯 执行车道车辆都开始减速 一辆白色机车快速的往前冲 当场和另一步横向车道 准备起步的机车高速相撞 两辆机车猛烈撞击后 一名骑士直接从机车上弹飞出去 另一名则是滑行后撞上分隔岛 重重摔在马路上 两名伤者都倒在地上完全起不来 这起车祸发生在台北市松仁路和新一路交叉口 车祸中除了两名骑士受伤外 两台机车也被撞得支离破碎 零件都掉了满地 要过马路的民众也都停下脚步 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是可能在号制转换的时候 在经过这个路口 与这个松仁路上南往北 他在起步的时候 可能发生擦撞这个状况 再看一次惊险画面 两台机车高速对撞 接着骑士就飞了出去 警方初步说明 目前所有的监视器画面 都没有拍到号制运作的情形 还会继续调阅其他监视器 行车记录器 看骑士是否有违反号制的状况 记者郭仙阳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